结婚 你俩 咱俩 你也放那儿吧 我自己来 这么多你一个人 哪儿刷的玩意儿 我肯定得帮你的 这次回来 我觉得李温 那之前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年轻到公路之后 整个人绷得很紧 感觉越来越沉默寡言了 心思全在事业上 这次 她比之前爱笑爱闹 感觉像是回到小时候一样 那还希望她能像原来一样 沉默寡言 我觉得你也变了 大潜 你变得 你变得我好像 完全不认识一样 那可能 可能是我离家出走之后 我想通了 决定要重新做人了 你和李子的关系这么好 我当然也很开心啊 就是 感觉你们俩关系也不一样 我俩之间那是互相欠怼 现在从早到晚都能跟他待一块 真快烦死我了 我家暖气坏了 我跟我爸妈现在住李子家呢 老爷 老爷 我爸应该欠你家的钱还清了吗 你爸欠什么钱啊 是我爸欠你们家的钱 你爸 你爸欠我们家钱 对啊 你忘了 咱们高三那年 我爸参与非法集资 卷了好多亲戚朋友的钱就跑了 后来我和我妈每年多少还一点 到今年 也算是还清了 到这时空 变成你罢了 难怪这么人人的样子吗 不像是牵了你屁股枕 安静 你说啥呢 哦 没 没啥 我来 哎 慢点 嗯 哎 哎 别动 哎 老爷 嗯 你现在是一个人吗 大姐 这次回来 我想告诉你 我是来旅行我们之间的约定的 什么约定啊 啥约定啊 大姐 生日快乐 写的什么愿望 我希望我希望我们不只是朋友 我想我们能在一起 大姐 我 我 三十岁 如果三十岁的时候你还单身 我们就不再做朋友了 好吗 那 到时候我们就 结婚吧 结婚 是吗 是吗 你俩 咱俩 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 按照你刚才的意思 你当时是婉拒了我呀 不是婉拒你 其实我当时 就是在拖延时间 你也知道吗 那个时候我们家里 欠了一屁股债也没还清 家里的情况 还是挺糟糕的 你更别提什么 经济独立了 后来 我就听说你离家出走了 我真的很担心你 如果我当时选择 陪在你身边的话 那些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 所以这次回来 见到你那一刻 我就想着 或许是一个 重新开始的机会 你 你 你怎么可能会喜欢我呢 我怎么不可能喜欢你呢 因为 因为你就是不可能喜欢我啊 咱俩 咱俩是好朋友啊 你 大前 从小呢 我是知道你心意的 我当时没有勇气 我也很后悔 我是认真的 我想履行咱们之前的约定 不不 你不懂 他让我可不是什么好事 你确定当时说的是 我们两个要 结婚 你这故事转折得太突然了 你得让我回去好好捋捋 我得回去捋捋 捋捋捋 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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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钱怎么跟我完全不一样 我 日记 今天是二十五岁生日 君泽为我准备了生日蛋糕 口白失败 他委婉地拒绝了我 这剧情转折得也太快了吧 在这个时空 我喜欢老颜 老颜居然也喜欢我 我这要是拒绝 岂不是破坏了一桩美式 我要是接受 不行不行不行 我又不是他 我这不是欺骗别人感情吗